2023年6月5日,一甲赛季的收官站成为了一场感人至深的告别仪式 AC米兰主场迎来了对维罗纳的较量,但比赛结果只是这个夜晚的次要焦点 这个夜晚,红黑军团的大本营圣西罗球场见证了一位足坛传奇的谢莫 AC米兰的伊布拉西莫维奇正式宣布退役 41岁的瑞典巨星在告别之际情绪激动,泪水挂在眼角 他对着球场的狂热球迷表示,我只是和足球说再见,不是你呢 这句话道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伊布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球员 他已经超越了俱乐部和国家队的界限,成为了一位真正的足球传奇 这位身披红黑战袍的硬汉球星职业生涯,可谓宝经风霜 同时也是争议和伟大并存的典范 伊布在场上场下都展现出非凡的个人特质 他的强硬和冲动,使他成为了众多对手心生畏惧的存在 他从未退缩,无论是在对抗敌人的球场上 还是在面对内部的困难时 他在酒家俱乐部的32个冠军荣誉 以及他在国家队的杰出表现,都彰显了他作为球员的卓越能力 伊布代表瑞典国家队出场122次 成为了国家队历史射手房 率领球队参加了世界杯和欧洲杯等重要赛事 伊布的足球之路起源于童年时的苦难 他从一个瑞典移民社区走出来 面对着生活的艰辛和自卑感 然而足球成为了他逃离困境的方式,也是他追寻梦想的舞台 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伊布经历了很多挫折和困难 但他从未放弃,并最终成为了世界级的巨星 AC米兰是伊布职业生涯中的重要篇章 他两次效力于这支意大利豪门 两次帮助球队捧起一甲冠军奖杯 即使在最后一个赛季伊布因伤病指出场四次 但他已经在米兰球迷的心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 成为了一位永远的英雄 他的退役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他所展现出的激情、实力和个性将永远铭刻在足球史册上 他不仅是一位球员,更是一位象征 一位影响了整个足球界的传奇人物